北京时间10月19日,NBA常规赛继续进行,东部两场对决,76人主场一波流击败光牛,127比108,击败光牛拿到赛季首胜,富尔茨两次以报全场。 击财和热火机站到最后时刻,维德投篮不中,赠奥利尼克普来绝杀,热火113比110爱奇败,积木战76人客场惨败凯尔特人,回到主场迎战公牛,首截比赛恩比德开局手感火热,连续拿到12分,但公牛的波比斯和拉文连续爆发,两人首截连续拿到28分, 公牛首截就拿到41分,41比38领先76人3分,进入第二截,76人的火力全开,雷迪克打成3加1,富尔茨终于中投影中。 现场球迷尽力欢呼,一爆全场,西蒙斯,考文队也有不错的发挥。 单截76人27比17,赢了10分,半场65比58领先7分,半场了比德拿到19分,西蒙斯9分7个篮板和6次助攻,依然很全面。 进入第三截的争夺,76人更是不可阻挡,公牛的进攻则彻底牙火,只有拉文连续中一个3分,而76人的考文队, 萨里奇,西蒙斯都有出色发挥,一波16比0的攻击波,将比分单写为84比611领先23分。 西蒙斯三截就拿到三双,13分11个篮板和11次助攻,76人单截分17比18赢了19分,三截取得26分的优势, 末节比赛失去悬念,富尔茨命中期应胜牙第一个3分,又一次引爆全场,最中期是6人, 127比108,100公牛,拿到比赛的胜利,萨里奇13分10篮板,考文顿20分, 恩比德30分12篮板,西蒙斯13分13篮板11助攻,富尔茨12分4篮板5助攻, 公牛波蒂斯20分11篮板,拉文30分,帕克15分5篮板, 越过被靠背对阵奇才,奇才则是赛季首秀,两队从第一节就展开激战, 首节比赛沃尔连续发力拿到7分,莫里斯的3分命中,奇才是9比11领先8分, 越过追分,德里克琼斯和麦克格鲁德发挥出色, 维德命中2分后,首节热获24比25落后1分,进入第二节争夺,维德2分追平,奥里克3分命中, 热火一度反超3分,沃尔重新登场后又连续得分,两队单节打成34平, 半场沃尔28分,热火琼斯14分,麦克格鲁德13分,第三节热火曾一度领先7分, 但是比尔连续爆发,格林也有出色的发挥,七台逐渐缩小分差,并且追平比分, 沃尔为队友出头,险些引发冲突,唱面一度很火爆, 三节之后起彩89比85反超4分,末节比赛依然焦灼, 麦克格鲁德和李查德森连续命中3分反超比分, 比尔打成2加1再次领先,比赛最后6.6秒, 热火落后1分,维德中投不进, 在网里尼克的补篮0.2秒折杀, 热火113比110爱奇财, 李查德森28分5助攻4篮板, 麦格鲁德20分8篮板6助攻, 小球47分5篮板, 维德9分8篮板4助攻, 怀特赛德9分10篮板, 奥利利克9分4篮板, 德拉基奇8分8助攻6篮板, 奇财沃尔26分10助攻3篮板3盖帽, 比尔20分2助攻, 格鲁德17分, 莫里斯11分。